莫一名女子拿着一把冬粉直接用火烧 强调这是塑胶制成的黑心商品 甚至还有塑胶袋做成的黑心紫菜 来 大家看看啊 看到了吗 这都是废旧的黑塑料袋子所制成的 好臭啊 有一股腥臭味 黑心时评的影片在中国社群网站疯狂转载 让消费者担心吃下去的食物有问题 纷纷不敢购买 现在反正片子挺多的 造假的也挺多的 就是一开始肯定是不太相信 但是后来就是看了好多条 我就觉得可能是真的吧 就算是一个防范我也应该就是转发给我妈 消费者在还没有确认影片真实性就选择停止购买 或者是把消息转发给其他亲友 这些网络消息以讹传讹引发恐慌 而中国央视深入调查撇除网络谣言 所有的食物都能燃烧 淀粉在150度的高温之下 它就会膨发 所以你就听见啪啦啪啦声音 淀粉还是其他的食物 原烧的残留物 你用手一捏它就是那个飞 这个缩料原烧的时候 滴下去的是油 你冷却了之后它会变得很硬 食品专家依照物理特性分析物质的状态 让被点名的黑心食品解除警报 但是过去中国厂商做了太多的黑心食品 导致民众对于食品信任度太低 今天除了要做好食品把关 网络消息的真实性也得要有控管机制才行 记者综合报道